纽约市竞选财务委员会决议了 拒绝给市长参选人刘纯毅 350万美元的竞选补助款 理由是他的竞选团队 曾经被陪审团来质疑 有太多的小额捐款等违规问题 而对此资深的媒体人周云芝出面呼吁 华人应该用选票让主流的政界看到 华人的力量是不可忽视的 选举是决定于两票 钞票跟选票 但是最后决定当选与否 选票重于钞票 在刘成瑜没有拿到350万的 相对基金钞票的情形之下 对我们华人来讲 我们应该更加坚定地 以选票来显示我们华人的力量 让主流的媒体跟主流政界知道 我们华人有这么多张选票 不管选举的结果怎么样 都要让他们知道 我们有这么多选票在这个地方 这个就是我们的后盾 加油 华人加油 刘春意也加油 刘春意表示对这个决定是相当的失望 他会继续努力 并且强调竞选的力量不是来自于金钱 而是来于选民 同时他非常感谢很多的选民 把第一次的政治捐款都捐给他 他的参选要让纽约的选民相信 只要努力工作 心怀梦想就有机会成功